血有病不等于血癌 明显因子不足非恶性疾病 你认识血有病吗? 血有病并不常见 国人对血有病的认识也很有限 更有不少人把血有病和白血病混淆了 血液疾病可分成恶性和非恶性两大类 恶性的血液疾病如白血病 淋巴肿瘤和骨髓瘤等 非恶性的疾病主要为贫血 明显功能异常 血管栓色等 遗传性疾病凝血因子不足 血有病正是凝血因子不足所造成的遗传性疾病 A型血有病是缺乏凝血第八因子引发 B型血有病则是缺乏凝血第九因子 A型的发生率在男性是万分之一 B型则是六万分之一 现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发达 罹患血有病的孩子通常在一岁左右血走路时 因为关节出血就被发现 但在早期 血有病童可能要等到上了小学才会诊断出来 是否带病可在怀孕时测出 目前的医学科技可以在母体怀孕15周的时候抽取羊水 或是在怀孕20周时做绒毛磨取样 就能确定胎儿是否遗传到血有病 如果母亲带血有病遗传因子 男宝宝有二分之一的机会遗传到血有病 女宝宝则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带有遗传因子 另一个比较新的预防方法叫胚胎植入前遗传血诊断数 Prea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简称PGD 有些病人希望罹患罕病的痛苦在他们这一代结束 决定选取没有带血有病遗传的卵作人工受精 这项技术目前也被应用在其他的遗传性疾病预防领域 重度患者常有自发性出血 血有病的严重度是依据宁血因子浓度来分类 因子浓度低于正常值的1%为重度 因子浓度介于正常值的1%到5属中度 因子浓度高于正常值的5%称为轻度 重度血有病患 常有自发性出血流入关节和组织 受创伤或手术后会持续出血 中度血有病患 偶有自发性出血 创伤或手术后出血时间会延长 轻度血有病患 只在严重受伤或手术后 出血时间才会延长 对抗血有病加强胃窖很重要 加强病患的胃窖是成功对抗血有病很重要的一环 有的病人一到医院就要求注射凝血因子 打了没效还是继续打 其实他们的疼痛是来自关节发炎或是肌肉肌腱带拉伤 而不是出血 经过胃窖后 只要吃药就可逐步控制 要改变慢性病患的观念并不是一蹴可挤的事 医师门诊时因为病人数量很多 难有足够的时间解释 血有病患者要维持正常的凝血因子血中浓度 以及预防可能的出血不是那么容易 患者本身或家人都应尽量了解血有病相关资讯 例如患者和家人应知道在出血可能发生的情况下 该如何处理 送医急诊时 医疗人员会问患者过去与现在的医疗病史 平时也应准备好相关资讯 提供医疗团队运用 请不吝点赞讯